製作餐廳 那我現在這個裝備呢 大概就是 待會要做一些料理 做料理給你們 在這個範圍做料理 脆皮燒肉 我要試它的聲音給你們 這個脆皮燒肉整整搞了快 十幾二十個小時 胡椒餅 這裡頭是 扇斧豬排肉 跟蔥 還有大量的泰國蝦蝦仁 都做在裡面 要把它砍開 日本北海道昆布 日本柴魚片 然後 糖心蛋 這些都是要做給我們的同事吃的 這日式燙蝦呢 分別有這個 草蝦跟白蝦 所採用的製作方式就是 味醂 醬油 如果蝦子是做成這個形狀 這個叫L型 L型 L型呢 是最棒的 如果做成U型的呢 做成U型的呢 太老太柴 那這就是用煮的 這是用煮 這蝦子是煮出來的 然後這個蝦子是泡出來的 BOSS不是在玩樂 因為有一個連鎖餐廳呢 他要在全省的那個 在地的這個餐廳做直播 然後他們直播 同時要賣冷凍食品 同時要教人家做菜 同時要做外帶 這個對我來講是一個挑戰 今天這個日式燙蝦呢 做法很簡單 哇這個都是L型的 煮的蝦跟燙的蝦 兩個結果是不同的 好準備 撒開來 OMG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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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撩人了你看 這個溏心蛋 太撩人了 這個柴魚呢 是我們煮滾了之後呢 才能放進去 不能下去滾它 不能火燒它 火燒柴魚呢 柴魚會苦掉 不會乾 那再來昆布片呢 一定要買日本北海道的昆布 那麼 直接呢 下去煮泡 它就會變成很厚 它原本進去只有一腳結 結果就會泡出很厚的昆布來 那 溏心蛋呢 大概就是 火 火開了之後呢 計時4分鐘 然後關火1分鐘 然後 沖涼水 然後丟到醬汁裡面來 那這個醬汁就記得齁 一杯味醂 一杯醬油 一杯清酒 然後 一點糖 一點鹽 然後就形成了這個 醃製的這個 湯湯水水 這個湯呢 還可以再泡第二次 雞蛋 這雞蛋泡完之後呢 這個湯不要丟掉 拿來做燒肉 把肉 把火鍋肉 或者是 魚片 然後 然後還有火鍋量 直接在火裡頭煮它呢 就變成受洗燒了齁 就變成了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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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鍋